我觉得在年轻的时候 这是真的青春是最有本钱的 反正在这个时候你要 40岁的王心灵还是单身艺人 为此大家都很好奇 王心灵为何迟迟不把自己嫁出去 期间作为她好朋友的阿萨就忍不住询问 你妈妈催你结婚吗 听到这话的王心灵 并不忌讳这个问题 而是如实回答 表示她的妈妈虽然对她管得很严格 但并不会催她 在她妈妈心里 很希望她能有一个好的归宿 不会强行让她组家庭 这话一出简直是很现实了 可以说王心灵的母亲和大多数 普通家庭的母亲一样 都希望女儿的余生幸福快乐 就算缘分还没有到 她也不着急 说起来王心灵的情路算是很坎坷了 在她年轻貌美时 交往过几任男朋友 然而她所遇到的男人都是渣男 不是玷污她的名声 就是毁掉王心灵的人品 以至于王心灵的事业都走下坡路 在经历过这些人的伤害后 王心灵不敢把自己交出去 也难怪她宁愿单身 也不再找男朋友 那么看完你希望王心灵找到合适的另一半吗 欢迎留言评论